像我们现在 这个时间 我们要创一个思议 也不例外 这几天 有不少的同修来看我 好几位都想办一个老人员 安养院 好事情 为什么呢 老人太可怜了 没有人照顾我 现在这个社会 一个老人的问题 一个儿童的问题 育优 几乎是每一个国家地区 都非常重视这个事情 来问我 想办老人员好事情啊 我鼓励他们去办 怎么办法呢 最好到国外去考察 看看人家这个老人员 是怎么办的 修法葬比丘嘛 别人的好处 我们记住 希望我们都有 别人的确定 我们废除 希望我们没有 那你就超神了 那你这个老人员 在世界当中 就可以做第一了 做一个典型 做个模范 让全世界 这个老人复利事业 都向你学习 这就非常有意义 这是无量功德 好事情啊 所以我就介绍他 到外国多看看 多考察 不是亲自去看 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在讲习当中 也跟诸位多次受苦 我对于老人复利事业 很关心 每一道一个地方 我不看别的 看这个国家地区的老人复利事业 差不多在最近三十年当中 我看过很多 办得最好的 澳洲 澳洲老人 佛利事业 还都是私人 经营 他们把它当作一种企业来做 一个公司 底下 有四个老人员 或者六七个老人员 他作为一种连锁的这种事业 企业来做 因为澳洲 地大 人少 土地 得来的 容易 而且很便宜 所以老人居住的环境 就像公园一样 这里面树木花草 小桥流水 真的 环境是好 你住的时候非常舒适 地光人稀 在美国就没有这个条件 美国大都市里面的老人院 是住公寓 集市层楼 那个活动空间就小了 他说 澳洲好 澳洲的这个弗里斯 也做的事 让我们看到很欢喜 他只有一个确信 老人缺乏精神生活 物质方面 照顾的 行了 可以说 无为不止了 这物质生活 没有精神 老人院里面 服务人员 都非常尽职 规定他们自己 应该做的事情 他都能够做到 没有孝心 没有孝敬的心 只是说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植物上的 他都做到了 对老人 没有孝敬 就确实要这一点 这个难怪了 现在对父母都不孝 对别人怎么可能产生孝心 所以这个 如果能够接受 像中国传统的 能力道德 英国的教育 那就非常完美了 他就缺少这个东西 特别是英国教育 真正懂得英国教育 孝心就升起来了 我跟这些 这个老人院里面 负责人 谈到的时候 我都劝到他 从你们院长 到下面的员工 都要懂得 这一个思议 是世界上 头等的神圣死 这个机遇 不容易遇到啊 为什么呢 你在这里会修大福报啊 这是好机会呀 你如果是真正 知道英国 你对老人好 把老人当作父母看待 要是古时候人 现在人不孝父母啊 能较尽 孝顺的心 养父母之志 让老人在晚年 欢欢喜喜 快快乐乐 啊 渡过这个 一生当中 他认为是最快乐 最美满的 这一段时间 你能够 帮助他这一点 他们将来 欢喜快乐 将来往生都升天 到 你 多